欢迎来到每一次来哈拉节目现场 我是吴若荃 上次呢跟听众朋友讲网路购物的诈骗 哇反应非常热烈 很多朋友都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所以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到 来自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预防科的科长林书利科长 来跟我们聊一聊投资诈骗 这可能听众朋友听了更心痛的话题 好请科长跟听众朋友再次打招呼 科长你好 若荃哥好各位中文的听众大家好 我们讲说投资诈骗为什么民众听了会很心痛 是因为你如果一旦受骗 那个金额就不是我们上次讲网路购物6991099这种金额 这一片都是骗好几万跟好几十万 是甚百万上千万的都有 是那投资诈骗主要我自己观察到 等一下再请科长帮我们做说明 观察到其实很多就是用名人去组一个社团或社群或脸书的一个账户 那最近我个人觉得很猖獗的最近就是都是用名人送书 是的 我身边的名人朋友都被诈骗集团盗用过就是说我要送书 包括我们富邦集团蔡明中 董事长 说那个做得很像喔 说我现在要公益要送人家书 这就是诈骗 所以这边这样子听若玄大哥这样讲起来 现在出书一定都很赚钱 因为诈骑集团会给你买很多然后去送人家 根本就没有 根本就没有 因为诈骑集团根本是从头到尾都是买空买空 他是要什么要我们的名单吗 是的 他这个从过去的名人诈骑为什么有下降 因为他知道政府现在已经退出了打炸事法 那你在冒用名人的肖像权 那这个部分这个经过警方通知 就会在必须在一定的时间之内下架 否则我们就要开始拆罚脸书 所以我们要求这个国际这个媒体公司 不管你在哪一国 你在我台湾这边有收益 你就必须在我这边注册落地接受规管 或者是指定法律代表人 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一起来打炸 我们不是要打击国际社群媒体 我们是希望国际社群媒体 也要跟我们一起加入打炸的行列 这个要求什么时候可以实现 我据我知道他们现在就只有公关业务单位 就没有一个可以负责法律事务的人 我们在七月份的时候已经公告 八月份的时候生效 但是现在还有两个执法要把它定出来 那我们现在也是立拼 叫公告这个执法 然后接下来再拼在明年一月一号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来生效 这很值得期待 因为民众其实有被诈骗过 或像一些我的名人朋友被盗用过的人 他们就是很痛苦 因为其实不管是Meta 或者是Google YouTube这些 他就是没有个在台湾 可以跟你应对法律事务的窗口 所以明年有机会可以让他落地 是的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从去年我们就先退出了打炸无法 就先要求投资广告的部分 但是因为投资广告的部分 虽然是特许行业 但是他如果是在海外帮你投进来的时候 那你这边的审核机制 就会有相关相对的失效 所以今年我们再次修法 把它限缩的这个更进 你就必须在我们这边 这个一起落地来规管 其实各国都是一样 包括欧盟 包括德国 法国 英国也都是一样的这个模式 他们有规管吗 是的 你如果没有规管的话 那这个部分你对他是很难去处理 请他要请他一起来配合 但仅限于投资诈骗规管 还是像我们上次聊到那些 网路购物的诈骗 就是Meta Google 他都必须要再跟我们台湾 像你们这些刑事当局 有对应的窗口 其实这个部分会涉及到很多部的法律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定两个执法 那像英国他也是一样 他有所谓的DSA跟DMA 第一个是网路服务法 就是类似我们最近这个订过的 你就是要有人这个接受规管 那德国也是一样 我不管你什么软体 什么社群媒平台 你只要在我德国境内 拥有超过200万以上用户的 你就必须要给我注册规管 那我才可以给你采法 那后面呢 还需要一个所谓的DMA法 也就是数位市场法 那这个部分呢 就规定你啊 这个所谓的净驾式广告啊 他或者是其他的广告要有一些的这个规管管理 那第一个部分我们处理的是 所谓DSA的这个相关的法律 也就是说 针对投资的部分 尤其是这个造成我们几乎是 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这个损害的部分 必须要能够先处理 那投资为什么这个投资诈欺啊 这个会这么猖獗 又为什么会像若玄大哥所讲的这样子 跑道是名人证书去了 因为他知道说 这些贸用名人的部分 现在政府会开始加强管制的力道 所以即使我们的执法还没有定出来 但是他已经开始改成 谷有社分享讯息啊 或者是送书啊等等 那我就没有贸用名人吗 那我买书来送人家难道不可以吗 那事实上你一直在等他的书啊 但是你为了收到他的书 你就把你的名字 还有你的这个 现在寄东西也说要电话嘛 所以这个也送出了你的电话 你的地址也都给他了 那有些人觉得说 没有我只是写在我附近的超商来购物而已 那因为你就没有办法去骗他 因为超商你要收东西的时候 你就必须出示你的这个证件 所以你的真实姓名资料 其实都就都已经给他了 那给了他之后 他有两个好 对他来讲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开始了解你这个本人 那也且从你住的区域跟地址 也稍微可以判断出你的这个财力 那接下来就开始可以有人将来派人到你家去帮你收款 这个可怕 早上门来了 倒服服务虽然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这个最麻烦 网路最麻烦的就是 如果对方找得到你 你找不到对方的时候 这个就是你将来非常的麻烦 所以网路上不管是投资或者是购物做任何事情 你都要先记得想一件事情出事情的时候我找不找得到他 你到目前为止像洛权哥在跟我们讲的这样子都是人家找得到你 那你到底找不到找得到人家 你说你说有我在message message说改掉就改掉 你在line line说不见就不见 而且那个message跟line的那一个人都不是那个人 他都是用别人的图像 都是没有经过这个网路的实名证 实名认分 所以现在国际间对国际身份的网路身份的认证 这个也会非常的重要 但是这个国际间都才刚刚在起步而已 所以网路并还没有进入到真正的轨道 实名认证是一种保障 就像上一次科长来聊到的 这个诈骗这么猖獗 就是因为他利用网路上可以匿名这样的属性 好我们先聊到这边 等一下再借由林树立科长丰富的经验 来提醒听众朋友 怎么样可以避免投资诈骗在你的身上发生 哇好可怕 这个诈骗用送书 骗你的个资 他从网路上面的匿名 跑到实际的生活里面来渗透你的人生 好若全今天再度请到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预防科科长林书立来到明市 来哈拉提醒听众朋友 怎么样可以避免这些投资的诈骗 好科长刚才讲到 他就是会成立一些古有社送书 用这些名义来骗你的个资 甚至到你实际的生活里面找到你 你给听众朋友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管理的提醒 就是你在跟任何人接触之前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他找得到你那你找得到他吗 这个不是从LINE跟Message就是找哦 他有电话吗 他住在这里 他是公司叫什么名字 如果这些都没有你只有他的LINE或Message 其实是完全不可靠 因为他随时下一秒就会不见 是的这个时候 你就是处在这个敌案我迷的状况 你的东西身份资料人家通通都知道 但是出事情的时候 你到这个警察局来报告 是谁骗了你的 是那个网路名人吴若全先生 结果我们找洛权先生来 欸这家跟我完全没说 那是什么人用我的相片 我们怎么知道 所以这个部分就会造成你的这个权益很难受到这个保障 是的 所以一定要先问自己 像刚刚洛权哥讲的 别人找得到你 你要找到他 那这有两个重点可以处理 人家就算打电话给你 但是那个电话有可能是变造的 所以你必须要把他的电话挂掉 你打回去 他能够收得到 这个才是将来你报案的时候 这个电话才是有用 第二个提醒 就是你要拿到他的电话 而且这电话打过去确实是他 为什么要提醒这一点 因为很多诈骗集团 他会真的是给你一个 譬如说给中广的电话 给某某百货公司的电话 可是因为他打过去 其实是转接到一个诈骗集团的系统里面 现在最可怕的就是 网路跟电话其实是连在一起的 他可以用网路技术 就是你家里的那个家用电话 或者你的手机 他会显示那个号码 那个号码 如果诈骗集团的功力够高的话 他是会改造的 是的这个不是太难的 所以这个部分 他可以用网路技术的部分 从国外打进来 就显示你要的那个号码 所以这个都是不可靠的 当然最可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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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部分 我在这边再次利用这个机会 谢谢洛权利用这个公益的频道 来帮我们播放 这个我们很多的投资机构 或者是证券行 期货商都在大马路上 都租有店面 聘请很多人 在为大家服务 你有时候拜託你去走一下 你如果真的网路上 直接就什么好康的 说只要加入这个VIP之后 接下来就可以赚钱 麻烦你带着你的手机 到这些证券公司 这些证券公司 期货商现在也都来 跟我们行事局一起签MOU 我们教他们怎么样辨别 所以人家都在那么重要的路口 那么繁华的地方 都是在一楼的店面 就这样子要服务你 你就请进去问一下 来保障你自己的权益 要不然你有时候 经常去菜市场买菜 凹人家说送一根葱 送一个什么蒜头 结果在网路上一投资下去 就三五百万就什么都没有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省吃俭用斤斤计较 在网路上一投资 就是你一辈子的身家性命 尤其你刚才讲 其实很多老人 退休的熟灵朋友 长辈 因为他比较没有在 跟社会那么密切的接触之后 不管是心灵的寂寞 或是对于 现在台湾你知道吗 不晓为什么大家都要被动收入 被动收入这四个字很吸引人 没有错 财富自由 被动收入 这个每个时代 这个理财都有不同的名言 在我那个时代 大概十几二十年前 是你不理财 财不理你 但是大概疫情之后就改变了 所以叫做被动收入财富自由 财富自由 没错没错 所以这八个字就变成是 你听到的时候就要特别提高进去 所以他们其实都很知道民众要什么 就是诈骗其外很懂得人的心理 其实说真的 他们觉得很努力 也很懂得心 他们就是没有用在正途 危害社会国家 真的是很严重 那我们刚才讲到 这些诈骗的手法 我这边也要跟着领科长一起来呼吁听众朋友 就是你会追随这些名人投资理财 那你要用点功 譬如说你怎么会去相信用陈文倩来诈骗你的人 陈文倩就不会让民众去做这些事情 因为你对你的向往的偶像 你要有一点了解 对不对 譬如说我的好朋友吴淡如 但他也不会去叫人家成立古有色这种东西 那表示什么 就是你只想要赚这个钱 但是你对你追随的这一个人 老实说你对他的理解度 对他的品牌个性 对他的信用 你是不了解 你才会受骗 那像我们这个应该是警政署吧 谢金河 这个这么有名的人 应该行政院有跟他做一个广告 就是打炸 谢金河就跑出来跟大家讲说 我没有在做这些投资理财 那因为相信谢金河去被骗人 老实说比较难分辨 因为他本身就是投资理财界的专家 所以你如果今天出现说谢金河叫你投资理财 这当然就真假难辨 可是你说陈文倩跟吴淡如 这不可能 因为人家就没有在做这些事情 那如果连谢金河都没有在做了 陈文倩跟吴淡如就更不可能 是不是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就是大家都缺乏一个网路的必修课 因为在我们这个年纪也好 甚至到目前为好 网路这个进行网路不如没有网路这个部分这个观念 我们从小到大没有接受过 所以今年明年我们也特别编了一个概算 编程预算 大概将近2.3亿的这个经费 就是希望由通路这边下去帮全民补修这一个网路不可信的任务 怎么做呢 因为这个部分我们即使拍了很多片 去年我们一年拍了170部影片 但是后来我们才了解到 你拍再多的片 你如果没有通路可以到达民众那边 那你拍再片永远就是只有固定那些人在看而已 在通路播放吗 所以过去我们拍的片都是在我们的脸书 或者是我们一流的line群组这些 可是基本上会加入我们这个脸书 加入我们这些群组的人 他们大概是比较不会被骗的 已经知道这些知识了 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些知识普及到全国每一个人 那这个部分就是只有靠四大媒体的力量 不管是纸本或者是广播或者是电视 或者是加上最近的网路 这个部分一定要密集的播送出去 否则这个民众被骗的情形是根本没有办法来阻止 因为每个人在他的成长过程里面 并没有学到网路是不可信的 网路必须要养成零信任的这个基础 所以这个部分也特别谢谢若权大哥 先帮我们做公益的播送 这也是一个新的媒体素养 一定要能够辨认真位 好诈骗这么猖獗 除了民众有这些财富自由 被动收入的需求之外 整个诈骗集团的结构 他也需要很多的人手的加入 我们等一下回来看看 这些诈骗集团的车手到底是在做什么 又会得到什么样的惩戒 若权邀请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预防科科长林书利 来跟听众朋友二提面命 避免你再受到诈骗集团 尤其在投资诈骗这个部分的陷阱 好我们刚才讲说 其实你看这些车手 你要怎么样投资诈骗来来回回 就是因为它是一大笔钱嘛 你不太可能一直一直去ATM 当然也是有人一直一直去ATM 可是你看最近这几年 都是有人专门来取款 科长很多父母也很心疼 他都以为小孩在外面打拼 做很多辛苦的工作 怎么知道他是去做车手 为什么这么多年轻人加入了车手 他们究竟是不自觉被骗 还是其实他们也是想要赚投机取巧的钱 这个部分其实早期来讲 有些人可能就真的不知道 所以就去帮人家领钱了 那觉得我帮人家领钱 我有帮他工作嘛 所以他给我一点酬劳 所以也是这个天经地义的 那后来发现了 这个工作赚的钱好像不错 我们遇到一个17岁的车手 你为什么不学好去帮人家做车手 他说这个部分 因为我去超商做一个礼拜 可能都没有来这边帮人家提议 领钱一个小时赚的钱多 那既轻松 那接下来又没有看到什么被害人 没有什么犯罪感 没有这个罪恶感 所以这个部分很多人就不知道 那后来呢我们是加强去宣导 因为每个被诈骗的人来 其实报完案之后 你猜不到他再来打来 我们警察机关问的是什么 其实他不在乎警察机关 你是不是破案 是不是抓到人 他想要问的是 我的钱能不能够回得来 因为对他来讲 那三五半是他一辈子的这个积蓄 他后半辈子要赖以为生的这个金钱 所以他一直在问他的钱回不回得来 那他的钱为什么会不容易回来 或者是甚至回不来 其实这里面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钱 被车手给拿走了 为什么诈骑集团现在要派车手到福去收款 因为他知道银行跟投资业者证券业者 这些现在已经都跟我们警方合作 那所以会来进行拦阻 所以现在的不管是超商或者是 这个银行行员 他都很有经验 看就知道说不行 你这个被骗了 你必须要立刻停止 但是有些人还是叫不醒过来 那所以现在诈骑集团会麻痹他们说 这个银行都是故意 这个要赚你们的 给你一点点的利息钱 结果他们自己去投资 怕你把资金都领出来 他们就要倒了 所以你不要配合他 你赶快去领出来 我们就可以帮你去赚更多钱 所以他现在就变成 银行都跟我们合作之后 他没办法 他就是骗这些被害人 去把钱领出来 领到家里面 我在派人 所以就变成从这个实体世界转到他场景 转到自己私人的住家去了 那这个钱为什么到最后很难拿得回 因为你是实体去交给他的现金 接下来他被我们警方抓到了之后 他就去告诉这个法官说 这个部门我也不知道是交给谁 结果这个部门在我们不断的宣导 跟我们其实包括高等法院 他也特别请我去跟他们讲述现在我们这个打炸的困难点 跟这个状况 希望能一起解决 我告诉他 这个重点就是车手不能够轻判 车手一定要重判 可爱现在说12年这有重判吗 我妈妈说应该无奇徒刑 这个如果说是 像我之前是也被派去肯亚 处理过肯亚的这个诈欺案 那这个肯亚的诈欺案当时被逮捕的有77名 那是民国104年的事情到现在这些人都还在大陆都还没有回来 这个部分其实是 所以是大陆判刑比较重吗 目前看起来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毕竟两边的这个刑事司法体系不太一样 而且我们是一个高度民主国家 所以讲究的是无罪推定原则证据主义等等的 所以这个部分都会造成我们其实每天都会面临的这个父子其余的问题 我们既恨得压压想把他给他给这个赶快抓下来都把他关起来 可是呢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在这个民主法治的法令之下来执行 所以我们特别拜托这个跟法官说明了 今天钱之所以没有办法回来 就是因为他从Fintech拿走钱出去之后 接下来他告诉你 对不起这800万我交给了一个叫小吴的人 那个叫小吴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 那所以很多当一开始的时候法官可能觉得说 那他就是没钱他才去帮人家领钱嘛 他只有赚个7000块700块而已 但是经过我们不断的这个说明啊 跟告诉他炸七集团利用这种车手的特性 其实炸七集团他派人去收钱的时候 他除了收水 他还会另外有一个造水 造水有的人不知道会以为说是 这个避免警方这个来查获 其实没有 因为他们这一行黑吃黑非常的严重 所以他们的所有的造水啊 是去看这个车手去领钱 有没有这个黑吃黑 然后接下来再把钱收上去给这个小水房 所以这个小水房 譬如说之前有一个知名艺人的女婿被抓 结果他就说 这800万我不知道交给谁了 这时候法官他就很聪明了 他就很了解实物了 他说这个政府已经宣导犯罪 炸七犯罪宣导成这样子 你没有理由说你把人家收了800万 结果交给的对方是谁 你连名字什么通通都不知道 没有这种事情 所以你就会被中判 我知道你刚才讲说在我们的法律的体系里面 这个判刑的程度 是跟他收的金额有关 那之前因为他只赚7000块 就没办法给他判很久 可是如果一旦他是800万的时候 就有理由判他久一点 所以我们新修正的这个打炸事法里面 就有特别提到 你如果是这个 骗的金额是500万以上 那我们都会加重这个刑法的处罚 因为过去的这个法令 会变成说是骗2万块的 跟骗500万的 可能差距就是差一个月而已 那这个部分修法之后 对于这个金额一定比例以上的 我们就会认为 你没有理由说 你把这么大一笔钱给人家 然后对方是谁通通都不知道 所以这个部分都会开始 而且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 即使是你未满18岁 或者是说你真的就是只有赚到7000块 对不起 找不到其他的犯罪人之前 你就是诈欺的共犯 所有的损失都会向你进行民事求偿 你的房子反而会被法拍 你要拿钱出来陪人家 那是人家一辈子的薪水 是我们也借由领书立科长的宣导 让现在有在听到节目的年轻朋友们 或是你是父母亲 我觉得都要给孩子这样的教育 很多父母亲不要觉得说 我孩子很乖 其实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 你不知道他在外面接触什么朋友 你也不知道他有什么物质的需求 你也不知道 有时候孩子 你知道他接触到一些毒品或什么 他需要很快速用一些不正当的管道赚钱的时候 他就有可能被诈骗集团利用 让你孩子知道诈骗的罪行现在已经提高 这个罚则很严重 甚至你们家的房子都会受到波及 所以让孩子有所警惕执行 越少人参与诈骗集团 那么让民众受骗的几率 相对就会更减少一点 你所收听的是没事来哈拉 我是吴若全 今天为了帮助听众朋友提高被诈骗的警觉 尤其在投资诈骗上面应该留意哪些事情 特别为你邀请到警慎署刑事警察局 预防科科长林书利科长来跟我们二提面命 科长觉得说现在这个诈骗猖獗 跟我们常使用网络 其实是脱离不了关系 那民众其实有一些误解 每次下载 不管是名人的群组社群或什么 其实有时候它就会变成一个APP 那这些APP也就是问题的来源 是我们因为这个国内的诈骑 这个相对的 其实在国际社会看起来 其实我们大概还慢欧美两年 那我们会去研究这个英国 或者是美国他们的这个一些防诈措施 那后来看的这个英国来这个研究的资料 其实跟我们的是不谋而合啊 他说一般人被骗可能三五万块 你就觉得很痛苦了 那三十万五十万你就觉得实在是很生气了 可是怎么会有人被骗个三百万五百万 甚至三千万五千万 到最后都还没有醒过来呢 这其中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诈骑集团它会做一个APP 那很多人不知道 对资讯网络不是那么的清楚 那就会以为是有APP 就一定是真的 事实上很多APP它是假的 有的人会觉得说 可能这个炸奇集团或者是 其他来路不明的APP才有问题 没有 就算是IOS 苹果的系统 或者是Android系统上面的APP来讲 它上面有时候也是会有这个假的APP 只是这些公司它在发现之后 它可能一个月之后才知道才把它给清除掉 我教一下这个假的APP是什么 假的APP你看我们现在很多网络银行 它接下来它就会有一个APP可以让你加进去 那它可能就是可以帮助你看你目前的投资分析 这个目前的指数啊 你这个投的钱已经到达哪里了 你买的有哪些股 那他们现在涨跌的情形等等 给你一些分析 它是假借我们的金融机关做的假的APP 是的 它就是假借金融机关的APP 然后引诱你去把钱投入到他们这个APP里面 搞不好那个图像什么都做得很像这样 是的 它是用模拟的股票模拟机来做出来给你的 因为这个系统商啊等等 他们在开发的时候 有些人想买股票嘛 可是又觉得我不知道 读的书够不够可不可以了 那我就有所谓的股票模拟机 假设我今天这个点买台积电 10天之后来看看 如果那时候我有买的话 现在赚后赔 等等 他就把这个转成他们的APP 然后来骗你 所以你看到的一切都是模拟的结果而已 所以一切的后台 都是诈气集团他们在控制的 你看到你有个APP好像都是真的 我的资金明明都在啊 其实那个都是在后面他们的工程师 帮他们给做出来的 好 那民众如何去辨别这个APP的真伪呢 这个APP的真伪 其实跟过去已经不一样 他不像过去的这些印刷啊 或者实体店铺啊 让你可以分辨出来 你完全分辨不出来 所以最好的方式啊 就是你有这些东西 偶尔啊你到银行去的时候 刚刚有特别提过银行业 也几乎三四五家银行 加入了我们的这个合作行列啊 那不管你的银行是哪一家 你去的时候 你把你在网路上面 人家叫你加的APP 或者是你自己加的APP啊 请行员帮你看一下 有问题 他马上就会告诉你 现在警察 银行超商店员 甚至是物流室 我们都整合起来 一起在帮忙这个房主啊 所以民众你自己 要能够多利用这些资源 偶尔觉得这个 开始有些好看的 可是这好的不太合理的时候 你就要开始醒过来 赶快拿去给你实体 垫簸的这些行员啊 或者是我们警察局 甚至打一六 我们都可以来 帮你来这个进行分析 好科长啊 就我们在新闻画面常常看到 像富邦银行啊 这些银行计划啊 让贵员在第一瞬间 就能够防止诈骗 可是你看到哦 这些要去会钱的人哦 就算有人这样的提醒他 他还执迷不悟哦 就因为你知道刚才有讲到 诈骗集团就是会一直挑拨离间嘛 一直告诉你说 你不要相信这些正规的 要相信我们哦 这个人的弱点究竟是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投资其实有些是透过交友 恋爱 谈感情哦 让你一步一步踏入这个陷阱里面 在你观察这么多个案 人之所以执迷不悟哦 就是已经警察到场告诉你 这是诈骗 他都还是一直想要汇钱 这是原因 是我们分析起来啊 诈骑集团他拉住你的这个心 大概有三个这个步骤啊 第一个就是要取得你的信任嘛 那所以经由不断的跟你 这个续寒温暖啊 拨甘情 拨甘情 接下来呢你开始一定都有所怀疑嘛 但是当你先投资一笔资金下去之后 接下来呢他就会先给你一个小额 或者是甚至他如果判断你是大肥羊的时候 他也会给你巨额的出金哦 我们目前看过最多的是哦 他诈骑集团出金给你五百万 那结果后来骗了你的三千五百万啊 所以这个部分啊 其实你也不要觉得哦 诈骑集团怎么这么敢下重本 竟然给我出金五百万 我告诉你那五百万也是来自另外一个被害人 所以他也是利用你来做他未来洗钱脱产的一个这个这个借口而已 所以第一个他会突破你的这个信任防线 那一旦你对他所有的怀疑在一夕之间都破坏掉之后 你就对他产生信任 然后就不宜有他的禁区 那接下来呢他第二步呢 就是让你慢慢的越加越多 他如果一次就让你投资很多超出你的能力 每个人的这个金钱能力不一样 他会一步一步的让你试 那你一点一点的试 等到一开始你觉得好吧 那就是三千块五千块三万块五万块 你觉得你可以承受这个风险 那一旦这个突破了这个防线之后 接下来他就让你慢慢的加嘛 那你加到就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就会深信不疑 为什么 因为你觉得这不能是假的 他要是假的话我这一辈子通通完蛋了 所以呢接下来他就会让你觉得大到不可能不信 那到最后他还会再加码 把你拉到最后 最后这个地域的深渊 他告诉你啊 你前面有哪一些步骤啊 现在马上就要出金 此差一步你就可以成功 就可以把你的钱全部拿回来 譬如说你已经头八百万了 但现在账面上已经赚到两千万了 可是呢他们被国税局啊 或者是被洗钱主持盯上 所以啊你必须要缴一笔保证金 或缴一笔税金之后才能够把钱拿出来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他觉得你已经快要醒来了 但是他要咬住你最后一块 所以他要你再去借钱来救钱 借钱来救钱 我跟你说 你就会踏入地域的深渊 绝对不可以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边啊 就会有我们台版的地面师 跟若浅还有各位朋友报告 我们台湾的地面师比日本更厉害 台湾的地面师啊 他会直接跟你约在地震事务所 或者是公正行 然后告诉你 宣导你 你不能被骗哦 这个是我们都有跟你宣导说 你的钱是我当场借给你 让你出金自己去借钱 你后面自己要投到哪里去 是你自己的事情 结果后来呢 又把你的房子拿去抵押 三天之内就把钱拨给你 当然中间扣掉很多手续费 可是你想没关系 我只要缴进去这三百万之后 我的两千万都会回来了 那结果呢 你这三百万又投进去 血本无归 血本无归 方式还被发派 地面师是什么 就是类似日本所谓的地震室啊 哦 是是是 就一个这样的单位的人 他就会骗到你的这个房地产去 okok 归纳整理一下 就是诈骗集团会想尽办法赢得你的信任 第二个就是让你先赚点赢头小利 第三个就是越加码越多 那么最后就是借钱来救钱 一步一步让你踏入这样的陷阱 如果从一开始就能够有所警觉 就能够避免投资诈骗 非常谢谢林苏立科长来跟我们做这样的提醒 谢谢你哦 谢谢若全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